敢问你这四个问题的男人 就是对你动了真情了 都说男人不懂得女人 其实很多时候啊 女人也是不懂得男人的 女人是一种很忐忑的动物 一旦不确定对方是否真心的时候 就会容易呢 胡说乱想啊 她喜欢我吗 还是她不喜欢我呢 所以如何判断一个男人爱不爱你 似乎成为很多女人心中的难题了 女人要知道呢 情到深处 敢问你这四个问题的男人 就是对你动了真情的人了 第一点就是你愿意嫁给我吗 一个男人如果认准了你 想要和你结婚的话 那么他最怕的就是你变心了 他需要你亲口的告诉他 你愿意和他生活 并且呢打算是不离不弃的 一辈子的陪在他的身边 如果他能够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的话 他就会像打了鸡血一般 就会更加的努力 对你更加的上心了 想要给你一个好的家庭 为你们的将来去奋斗努力 第二点就是你爱我吗 对你动了真情的男人 就会一心一意的好好的对你 他会平时呢 很注意自己的言行 也会对你的行为 极致呢是很关注的 男人其实也是会缺乏安全感 当他看到你和别人举止呢 比较亲密的时候 就会有表现出不开心的样子 他会因为你对别人好 就会对你发脾气 这是因为啊 他觉得你就应该是他的唯一 第三就是你身上的钱够用吗 看到这一句话 想必很多的男人都会觉得 就是心里特别的不舒服 某些人恐怕就已经有情绪了 他们会觉得有这种期待的女人 都是拜金女 其实呢并非如此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一定会时刻的关心你身上的钱 原因很简单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本来就离不开钱 尤其是你不在他身边的时候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需要钱的 如果没有钱 你将会寸步难行哦 第四点就是 你会不会离开我呢 会问出这样话的男人呢 通常已经把女人当成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不管在男人的心里面啊 把你当成是亲情中不可分离的亲人也好 还是呢 爱情中舍不得让你离开的恋人也罢 只要问出这样的问题 就是把你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了 所以呢 有知道以上几点的 基本就是他已经是很爱你的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 订阅点赞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咯